最早今日時事眾觀美國資訊 歡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國 我是馬英林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面對風起雲湧的校園學潮 今日美國薩福克大學 星期三發布的民調顯示 32%的民主黨人支持示威活動 38%的人同意抗議者的訴求 但反對他們的行為方式 17%的民主黨人反對 而在共和黨人中 81%的人反對 支持者只是佔了4% 另外有9%的人同意抗議者的要求 但反對他們的行為方式 近期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校園 抗議活動編及全美國地的大學校園 示威者批評拜登總統 在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武裝衝突中支持以色列 並呼籲大學切斷和以色列政府的經濟聯繫 除了支持和反對的不同立場 反映在黨派差異之外 不同年齡層的西代吼紅也有填然 薩福克大學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戴衛·帕萊·奧洛格斯 在民調的結果中寫說 年輕選民對抗議活動的支持率最高 65歲以上的選民是支持拜登的年齡組 而其次就是35歲至49歲的選民 當被問及反以色列示威 是否反映反猶太主義時 41%的人說是 而40%的人說不是 民調專家說 民調問卷中的問題是有技巧 不同的提問重點會有不同的答案 如果將這次校園學潮定性為反猶太學潮 相信反對的人會更多 如果定性為反戰、反屠殺、反滅絕人性、反種族滅絕 相信支持的人會佔更高的比例 今日美國薩福克大學的這次民調 將校園學潮限制在停泊和反而合襲的範圍內 本身就對校園學潮的性質做了模糊處理 星期三近700名猶太教授聯署上書 據拜登總統以及國會參議院明確表明 反對國會眾議院通過的反猶太意識法的立場 參加聯署的猶太教授 來自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地的高等學府 他們認為反猶太意識法所引用的 國際大屠殺意識聯盟 對反猶太主義的定義都有爭議 而對以色列國、以色列政府、以色列實施的政策的批評 不能被視為反猶太主義 被拜登和參議院的信中寫說 對以色列國、以色列政府、以色列政府的政策 以及對猶太復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批評 本身並不是反猶太主義 因此我們敦促政治領袖 不要將反猶太主義和對以色列國的批評混為一談 信中說 美國聯邦立法使用國際大屠殺意識聯盟對反猶太主義的定義 而這個定義是有爭議 反猶太意識法可能會令主張巴勒斯坦人權或以其他方式 批評以色列政策的猶太裔美國人失去合法性 並且阻止他們發出聲音 信中也指出 國際大屠殺意識聯盟的定義強化了一個危險的概念 即是猶太人的身份和以色列政府的每一項決定都物不可分 這樣就會壓制對以色列的批評 這樣做 非但沒有打擊反猶太主義 反而會加劇猶太對美國人已經面臨的真正威脅 共和黨和民主黨內都有議員在法案表決時投下反對票 法羅里達州共和黨眾議員馬特埃茲在社群平台X上寫話 反猶太主義是錯誤的 但這項立法在制定過程中沒有考慮憲法、常識 甚至不考慮對詞語含義的普遍理解 流約州民主黨眾議員傑羅德納德勒本身就是猶太人 他表示 儘管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致力於打擊反猶太主義 但他反對這項有誤導性的法案 國會眾議院三位共和黨議員 星期三共同提議一項的議案 要將那些大學校園反猶太學潮的先動者和策劃者 定罪之後送到加薩至少6個月 提案的三位眾議員為 田立西州共和黨議員安迪奧格爾斯 德州共和黨議員蘭迪韋帕 以及南來納州共和黨議員傑夫鄧肯 在對學員的學潮的勁之上 不同立場的群體有各自不同的解讀 參與學潮的人認為自己的訴求是反戰 因此認為是反戰學潮 共和黨內部分右翼人士認為 反戰就是反對以色列 反對以色列就是反猶太主義 同情北勒斯坦就是同情和支持恐怖分子 雖然奧格斯的提案文本中 沒有提及到以色列以及反以色列團體 但它特別針對的是去年10月7日後 出現在大學校園內的學潮 去年10月7日哈馬斯武藏分子襲擊了以色列 造成1,000多人死亡 同時也綁架了250名人士 以色列中受攻擊後 對加薩走廊展開了殘酷的報復行動 至今已造成加薩走廊3萬4,000多人死亡 7萬7,000多人受傷 死傷者包括國際記者和聯合國人道救援團隊的工作人員 奧格斯認為這些參與學潮的學生不僅自己逃課 還騷擾其他學生擾亂校園秩序 迫使一些大學取消畢業典禮 他說我們受救 這就是為何我提案 將自2023年10月7日起 在美國大學校園內犯有非法活動的那些人送往加薩 完成至少6個月的社區服務 委帕補充說 如果你支持恐怖組織並在校園內參與非法活動 你就應該要試試自己的苦果 我敢打倒 那些親喊馬屍的支持者一旦被送到加薩之後 他們在那裡一天堅持不下來 但讓我們給他們這次機會 不過共和黨眾議員的這項提案 加上委帕說的送去加薩 去嘗試一下自己的苦果 似乎已經承認了 加薩地帶正在經歷人道主義危機 華盛頓郵報週三披露了一則消息 前總統特朗普上個月在他的海湖莊園 舉辦了一場小型籌款會 美國一些定級的石油大佬被專為助上奔 特朗普向他們直言不諱地提出了一個交易條件 如果他們肯捐款10億美元作為特朗普的競選費用 他上台的第一天就會廢除拜登的氣候法案 華盛頓郵報的消息說 你有位前美國總統在海湖莊園的籌款晚宴上 發表了令人堂目結舌的言論 非常值率而且具有明顯的交易性質 在雪佛龍、艾克森美夫及西方石油公司等 20多位高管階層面前 特朗普給他們的承諾是 1.增加墨西哥灣的石油專探 2.取消阿拉斯加北極專探的障礙 3.推翻自在在減少汽車廢氣污染的新規定 4.推翻拜登政府在今年1月做出的暫停 新的天然氣出口去可證的決定 華盛頓郵報的這個消息公布出來後 環保組織立即對特朗普發動了譴責攻勢 氣候力量組織克里斯蒂蘭波利齊說 特朗普正在出賣地球的未來 保護選民聯盟的皮特梅史密斯說 特朗普的10億美元對我們其他人來說 是毀滅性的氣候未來 特朗普和石油業界的密切關係 以及他對能源減碳措施的不屑一顧態度 早已加人進資 現在距離總統大選只剩下半年時間 特朗普正在爭取石油大亨門的支持 就大型石油公司的高階主管而言 他們也一直看好特朗普的選情 而且已經共同制定了有關增加天然氣出口 增加油井探轉 以及延長海上石油造態的策略規劃 拜登總統星期三表示 基於拉法現在有數百萬平民被爛 這個時候美國不會向以色列提供進攻性武器 去進攻拉法 但美國仍將會提供鐵管系統和其他防禦性武器 拜登也同時承認加薩平民已經被美國提供的重型炸彈殺害 這是他首次承認了社會輿論一直批評和抗議的內容 儘管他仍然沒有表示要為此負責 拜登還說以色列針對拉法的行動到目前為止都未越過他的紅線 而他又重申以色列有必要採取更多措施 避免傷及倒加薩平民 在去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 造成以色列1200人死亡 250人被送到哈馬斯夫去做了人治 以色列隨即報復勝地襲擊加薩地帶 至今已超過了3萬4千人死亡 7萬7千人受傷 加薩南部的拉法處於嚴重人道危機的狀態 美國一直以來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軍事援助 包括以色列進攻加薩以後的這段時間 一位不願意透露聲明的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說 美國目前計劃運送去到以色列的武器 包括1800枚的2000磅炸彈 和1700枚的500磅炸彈 這些都是進攻性武器 美國國會的一些共和黨議員批評拜登此舉有助掌 以色列敵人的風險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吉拉德·艾爾丹表示 拜登政府的決定是暫停運送 但這是一個令人非常失望的決定 甚至令人沮喪 他亦表示拜登的這個決定是迫於政治壓力 美國校園抗議活動 以及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 前總統特朗普星期四表示 拜登對以色列所做的事是可恥 他完全拋棄了以色列 共和黨佔據微弱優勢的國會眾議院 在今週三以206-202票表決通過了一項法案 要求在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文卷中 增加對公民身份的確認問題 類似的法案曾在2019年被聯邦法院阻止實施 這項法案最大的意義在於確定公民身份 而有美國公民身份的人才是政府需要服務的對象 例如加州人口更多 但無證移民也很集中 以往在分配政府資源時 考慮的是人口而非他的公民身份 這在實質上等於允許無證移民佔有 以及享用公共資源 另外在確定每個州可以獲得多少的國會值次方面 募證移民就會被剔除 另一項法案被稱為平等代表法 眾議院議長麥康、約翰遜在投票後的聲明中表示 我們不應該獎勵那些違反聯邦移民法 以及給非法移民提供庇護的州和城市 上態表明只有美國公民才應該被計入選舉的分配 民主黨人譴責這項的立法是對移民社區的攻擊 民主黨議員萬兆文說 最終移民狀況不是人口普查局的工作 這項的立法是魯莽、粉絲、盜族和坦白說是非法 這項的法案在國會眾議院投票表決前 拜登政府發表政策聲明 強烈反對這項的法案 認為這會阻止和干預人口普查局 履行憲法呼籲的職責 你的法案在國會上 並且可以讓職責 你會否在家中心收拾 你會否在家中心收拾